Hello,我们今天还是搞优衣酷 又买了一大包 跟大家讲着我pick的几个 非常百搭不出错的一个单款 大概就是五款这个样子 先跟大家一一介绍一下 一个是我之前介绍过的一个 我首先是去年的时候买了一个BB绿 后来我觉得它又是羊毛 又很便宜又很贴身 又是一种百搭基本款 我就买了一个黑色的Emma 然后我又 因为这个我买了之后还是挺喜欢的 每天都在穿所有家里一个 同款的一个开衫 它俩可以搭配着一起穿 搭配一起穿就很像那种温柔的 好妈妈 就很适合开家长会的那种 也可以就是拆开穿 如果我里面不加内搭 它就有点深逼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视频 和这个照片 这里面呢 你们可能会看到有一个 这个地方有个黑线 这个黑线是来自于 这个打折款的耐克的bra 耐克的bra这个地方 本身就有一个黑线 所以跟它结合起来 就很像大王哥的一个设计 这个也是完全不扎的羊毛 才39块钱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 遍入的一个基本款 然后这次买的 我觉得特别特别 让我感觉到满意的 我基本上现在每天都在穿的 就是它这套睡衣 它有一个蓝色 还有一个这个薰衣草的紫色 它这个颜色非常的好看 显得人也很白 这关键是穿上去也很舒服 我直接是入了 它的这个最小号 那大家如果还缺一套 就是你现在穿来 很 你现在想买一套 很舒服的睡衣的话 我建议你们去买这个 颜色非常好看 就显得你人很温柔 很好看的一个 穿上去也就是 没有任何的缺点 它的这个裤子长短也不是很长 很适合这个亚洲人的身型 壁入的一款 这个小包 我国内还有些地方是断货的 但是在欧洲这边是 没有人跟你抢 这个小包 我原来是以为 我想这么便宜的东西 能好看吗 我就买过来 因为推荐的人太多了 我就买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不错 为什么 因为出乎意料 它只要14块钱 但是它的这个料子 它是里面充了一点点棉的 所以它很硬挺 很像那个法国 那个牌子 Limare 的那个牌子 叫Limare 还是怎么 我不知道法律怎么说 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 他们今年也出了这种 尼龙布的这个包 跟这个很像 而且这个真的很百搭 我觉得真的很好看 我觉得白色就很好看 你也可以多买几个颜色 它其实这一次呢 还有一个 这不是这次的新款 今年出了一个新款 设计还挺好的 但是因为它没有里面充棉 所以它背上去就有这种 很便宜的廉价感 但是它的容量什么 还可以 但是白色的那款 真的很像贵价的产品 而且它很能装 这款我就觉得 而且我很轻 所以这款真是 强烈推荐这个半月包 非常好看 出乎我意料的 性价比超级高 这个之外呢 还有今天我穿的这条裤子 这个里面 这个也是优衣裤 这个背心 就是看上去还行 但是咱们都说 它穿上去有点像 像那个军队的 我觉得它穿上去很舒服 其实 最想跟大家出现 就是这条裤子 我里面穿了一条毛裤 你们可以忽略这个毛裤子边 就是这条裤子非常的好看 这条裤子的裤子 我的尺满呢 是XXS 我刚买的时候 我觉得有稍微有点紧 所以如果你跟我身形一样 我建议你直接去买XR 会大一点 会更舒服一点 这条裤子真的是 它也不是那种 很薄的那种料子 性价比也非常非常的高 它的 你完全看不出它的脸价感 真的很好看 这条裤子 我预计它很快就会断货 如果大家缺一条这种 比较高级的灰色 料子的裤子 我建议你们去买这个 通一个毛背心 我刚刚说了 这也是油衣裤一个男款 穿上去非常非常的合适 你直接就买XS这个 然后它是全棉的 它质量很棒很好 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缺点 它这个地方呢 稍微有一点过肩 如果你这个肩部 是那种比较肉肉的肩 它也可以把你这个 最胖的这个地方 把它遮住 所以整体的形式 修饰身形的效果很棒 推荐几个 我觉得今年 我买下来 很多的东西里面 我觉得特别特别值的 一个大衣 出乎我意料的 我觉得这么值 就是拖泰的 这个大衣 我是原价买的 都买不着 因为它的那个32码 跟34码 非常非常难买 我是在那火柴网买的 那现在是可以 八折 但是我自己这个 我是原价买 还抢不到 我觉得这个大衣 非常好 因为前两天 德国还是蛮冷的 有一段时间 它呢 是这样的 就是你可以 稍微记一下 然后它就是 自带围巾的 你随便一弄 它拍照片 特别特别的出片 这个东西 超级好看 而且它有那种 北欧博主的 那种松弛感 还有呢 它真的是很暖和 因为首先 你不用带围巾了嘛 有的时候 我就是这样 当了下来 其实它这是厚的 很厚很厚的羊毛 像毡子一样的 如果你把它当了下来 它就是一个双片的 所以外面 即便是很冷 风很大 它都是让 保暖性也是很好的 我觉得大衣里面 我觉得 可以闭眼入的 一个是Tortime 可以入 还有就是 MaxMala 101801的那个 我之前 犹豫了好多年 我觉得那东西 穿上去会不会很老期 根本就不会 这种经典款 我建议大家 只要有稍微好的价格 就闭眼入 今年我买上来 所有的外套类的 我觉得最划算的 就是最让我满意的 每天都出去 就想穿的 就是这个 而且这个真的是 超级好看 拍片太出片了 它的这个设计呢 是这个地方 我自打买了它之后 我就买了各种 这种类似的 这种 简直就是爱不释手 大脸的这个眼镜 就是这个Celina眼镜 我这次是去美国的时候 去Celina的专卖店 把所有的 它那个柜上的眼镜 全部 就所有的 当季的 全部试一遍 只有这个 特别适合脸宽的 如果你要看我的视频 你可能会觉得 你脸好像也不是很大 实际上我的脸非常非常大 因为我的比例 可能还是正常的 你觉得我是一个正常的头 但其实我头不正常 我的这个 头尾是58.5 那基本上 我买帽子 要买到59 就是一圈 普通人是55 55 56 那我是59到60 这个样子 基本上像是一个 很成年的男性的头的头尾 所以我的脸非常的宽 一般的眼镜 我都根本戴进去 我能戴进去的 就只有Gentle Monster 还有Celina 这个两个牌子 还有一个 如果大家特别喜欢 如果你也是这种大宽脸 我建议你们去看 Monkey的眼镜 如果你说 Celina太贵了 或者是Gentle Monster 我觉得也是贵价的 那我就想 平时也 冬天的时候 就是奥造型 拍个照什么的 我建议大家 可以去看看Monkey Monkey的眼镜 是所有的眼镜里面 我唯一能戴上去 就是宽窄 就可以把我大宽脸 罩住的这种 脸除了Gentle Monster 就是Monkey Monkey一个眼镜 才15块钱 我给你们拿一下看看 这款是Gentle Monster的眼镜 是今年的款吧 还是去年款 这个是Gentle Monster的眼镜 它也能照 在Gentle Monster的眼镜里面 这个算窄的 其他的会更宽一点 会显得我脸更小一点 这个就可以 因为我最近 比较喜欢一种窄的 这个墨镜 好 那我再看一下这个 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俩 你看到没 但是他们俩的价格 就是天差地别 这个是15块钱 这个是200多块钱 OK 大家看出来区别 是不是看不太出来区别 所以这个你们也可以入 才15 我不知道这种便宜的眼镜 可能戴时间长 对眼镜不太好 但是如果你就是说 戴上去拍拍照 就无所谓 你就买一个造型 我觉得这两个 基本上差不多 如果我长期戴 我肯定戴个贵点 我怕出去 把眼镜给弄坏了 那今天的这个分享 就到这里 结束了 是不是很简单 好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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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子